錄這一篇可變商品 你們看一下這個商品有1000到3000的價格 點進去看看 他就會有100mol 200mol 300mol 那他預設100mol他是1000塊 那我們選300mol 200mol 2000塊 這個怎麼做從後台這裡 我們用這個TEST這台車來做示範 編輯 進來編輯這裡呢 我們的商品資料這邊要選可變商品 然後再屬性這裡 新增一個 屬性 比方說 車 車身顏色 白色 然後怎麼做 分隔我們 這個符號 怎麼念我也不知道 黑色 紅色 OK 這邊要記得打勾用於 變化類型 然後儲存屬性 OK然後再回到這個變化類型這邊看 這邊 有新增變化類型這裡 可以 然後預設紙我們先用 紅色好了 預設紙 好我們把這個 打開 展開來看 然後就開始 選顏色 現在選了 紅色 紅色原價用10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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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展開 可以展開 先選紅色的好了 紅色1000元 然後 黑色 黑色用2000 再選白色 再選白色 讓我們打個促銷架 2800 4月26號 4月26號 OK 那我們這邊更新 再確定一下 變化類型這裡 OK好沒問題 那我們回到前台看一下 所以這邊就會有顯示出來 所以這邊就會有顯示出來 價格範圍1000到2800 我們點進去看 紅色預設紙1000塊 我們選黑色 2000 白色 特價2800 好 那以上就是 產品的變化類型屬性設定 謝謝